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重而与人无争 和群而不结党 当一个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就会明白 想要成为大树 就要有大树的节气 不能与小草争夺 人心不同 正如其面 人生苦短 争议无益 大好时光放在人世纠缠上 不是太糊涂了吗 今天议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以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睡前刷手机看到一句话 我曾那么认真努力地喜欢过你 结果却只感动了我自己 这大概是很多爱而不得者的心声吧 我们总会被自己 对某个人的一往深情而感动 可假使这份深情从始至终都打动不了对方 而只是感动了自己 哪该有多苍凉 其实当一段感情只依靠单方面的讨好 来感动对方时 就注定了无疾而终的结果 因为长久的感情需要的是彼此在意 珍惜 是让彼此都感觉舒适 如果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 却还是要偏执地去纠缠 非得把两个人勉强凑在一起 到头来只会让自己爱得更卑微 伤得更深 人生短暂 学会了看淡人来人往 接纳人情冷暖 不再伤春悲秋 这样你就会好过很多 世上少有完美的关系 正如刘渝在《送你一颗子弹》中所说 那些与你好无关系的人 就是毫无关系的 从第一天开始 其实你就知道 就算笑得甜甜蜜蜜 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 而那些与你有关的 就是与你有关的 逃也逃不掉的 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 三年才搭理一次 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 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 所以年龄越长 你越是要学会 克制自己无处安放的孤独感 说到底 任何一种关系 但凡强求 都是辛苦 每个人都有所追求 这本是好事 但很多时候 我们却容易陷入某种执念中 并且你为之付出的越多 越会期待拥有一个理想中的结局 以至于到后来 可能连你自己也忘了 到底是在意事情本身 还是在意自己的付出 我们都以为 只要在意什么 便容易被什么所伤 其实很多时候 伤害我们的 并非这个人 这件事 而是自己内心的执念 强扭的瓜不甜 强求的势不顺 凡事过于强求 愚人愚己 都是负累 想起看过的一则故事 有个女孩 看中了一双 十分昂贵的高跟鞋 从此对她心心念念 每次路过橱窗 都会站在那里很久 想象着 自己穿上她时 美丽的样子 然后按下决心 一定要攒够钱 买下它 终于有一天 她亲近所有的积蓄 买到了这双鞋 刚穿上鞋子的那一刻 镜中的身影 确实也没有让她失望 然而等她真的 穿这双鞋 走出家门后才发现 不过只走了一小段路 鞋子已经磨破了 她的脚跟 从那以后 女孩想尽方法 让鞋子变得合脚 却屡屡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 她只能忍痛承认 对自己而言 那只是一双 适合放在橱窗里 欣赏的鞋 人生有很多事 都是如此 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想要努力去追寻 去争取 奔署人之常情 而现实的残酷就在于 有些你费尽心思 辛苦求来的 未必是真正合适的 龚松红在汉武帝时 曾任宰相 从一切贫寒不一 到位高权重的宰相 可谓是一路坎坎 龚松红曾担任御史 却因过失而被彻职 后来他发奋苦读 六十岁时 被汉武帝以贤良 争为博士 后北派遣到匈奴 却因陈述情况 不合皇帝心意 又被免职 直到七十岁 龚松红再次 被争为文学辱士 因博学多才 很快被提升为 左内使 龚松红每当议事时 他总是先把事情 详细地陈述出来 然后让皇帝 自己去选择 遇到不同意见 或者遭到同僚们的驳斥 龚松红从不争辩 虽然龚松红位高权重 生活却很节俭 常盖不备 一时被传为美坛 当时任主角都尉的 急案有些看不惯 于是告诉汉武帝 说红卫三公 奉禄甚多 然为不改 此乍也 急案认为 龚松红盖不备 是哗众取仇 而龚松红听了 也不争辩 然后汉武帝就问龚松红 事实真是这样吗 你怎么不争辩呢 龚松红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急案说的是事实 但汉武帝却认为 龚松红是谦让 并没有再追问这个事 还有一次 龚松红和众大臣 在朝廷外商议好的事情 可上奏请皇帝定夺时 龚松红临时改变了想法 陈述的事情与之前 和众大臣商量好的意见不同 急案很生气 当庭怒斥龚松红 说其人多诈而无情实 时与臣等 见此意 今皆备之 不忠 面对急案的斥责和误解 龚松红还是不争辩 默默地独自承受着 直到后来 皇帝问龚松红 事实证明 你所承受的事情是对的 可当时大臣们 劫难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争辩呢 龚松红淡定地回答说 知臣者以臣为忠 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汉武帝听后连连称赞 龚松红出身贫寒 面对仕途臣服 宠辱不惊 最终封侯拜相 靠的是不争的智慧 人生在世 很多事没必要去争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小是糊涂而大是睿智 为人低调而动若光火 做人如水 以柔克刚 只有那些不争为争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方可能赢得人生 如果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一种能力 那么知道什么不属于自己 不适合自己 并懂得事实放弃 就是一种智慧 人这一辈子 会遇到很多的人和事 却不是所有的预见 都能恰逢其时 得偿所愿 爱而不得 求而不能 也是人生常态 有些事的发生 是为了教会你看清现实 有些人的到来 是为了让你成长 有些弯路的出现 是为了给你历练 遇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懂得如何止损 总一厢情愿地 以为只要继续爱下去 就能感动对方 对待生活中 很多事也一样 结果不如人意时 最怕一味强求 执着于那些 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 人生本就没有完美 既然无法强求 不如随遇而安 坦然面对 种种得失 当然 对人对事不强求 也不代表 就要因此而放任自己 不思进取 正如有句话所说 真正的顺其自然 应该是竭尽所能之后的 不强求 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想要的东西 要尽全力去追寻 也要本着一颗平常心 来面对结果 接受缘分 聚散后的渐行渐远 承认生活会有 令人身不由己的遗憾 放下不该有的 执念和忘求 人生才会更踏实 更心安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